你這個廢物 全爛 磨囊費 父親漢 你把我們的結婚基金 全部通通都all in在台積電 台積電現在從688元 跌到了370元 我要跟你離婚 親愛的 我錯了 我不應該把你看這麼短 現在台積電已經 可不可以讓我們復衡呢 為什麼 人家台積電700元這麼開心 我卻不開心呢 我還有機會買到500元的台積電嗎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總統 我是古怪教授 謝承諺武林盟主又來了 太可怕了 台股台積一起創歷史新高 台積電還有機會見599元嗎 CPI爆了啦 美在不行了 把我說看這個數據 什麼數據 MSCI新增股必漲定律 來囉 耶 恭喜大家 恭喜恭喜 開紅盤 獎獎獎獎 獎獎獎獎 獎獎獎獎獎 我跟你講我今天啊 我這個右手一直抖 為什麼 因為我買的股票都漲挺 我抖到我覺得我 對我自己的能力感到害怕 結果我發現隔壁的也是這樣 原來大家都大漲 大家一起漲 因為今天台股太強了 太強了 漲了548點 不過我覺得美中不足 什麼 為什麼不是580的起點 為什麼要580的起點 就我爸起 因為548我想半天 我想不到梗 主要是這樣 好不好 今天吃什麼 既然要戴手套 你知道這個手套什麼時候要用嗎 什麼時候要用 就內整的時候 是這個手套嗎 不是啦 不是 就是 是炸雞的時候 在廚房內 整理這個雞肉的時候 講錯了 所以我們今天吃宜樂炸雞 我覺得沒有創意 為什麼 因為一定是今天台積電長對不對 對啊 那宜樂呢 你講一下宜樂為什麼是宜樂 你應該要有誠意一點 跑到中立那家台積電 太遠了啦 真的去買那個炸雞 太遠了 買那個雞肉 那才有創意對不對 對好 下次就交給老師了 沒關係啦 先來吃一下 我先咬一口好不好 好 模仿一下前主持人 他就是會先咬一口 然後再評論一下美食 雖然他其實根本就不會評論 你懂嗎 他都只是亂講 真的嗎 他喜歡吃他就說好吃 他不喜歡吃就說不好吃 那我聽聽看 你覺得這個好不好吃 我來餵一下前主持人 他來了嗎 不要每次cue我 不要每次cue我 Coco我可以問你問題嗎 來來來 你要問荒島 你要問荒島嗎 我什麼時候有戴套 戴套 吃雞肉 我知道 都沒有 他是勇於冒險的男人 他不愛戴套 這個我知道 好 那基本上我們來吃一下 這個好像是韓式的 是啊 宜樂炸雞 台股跟台雞一起熱 吃這個是不是要配一個這個 要 這個蘿蔔好吃 白蘿蔔好吃 讚讚讚 嗯 我覺得齁 這個好吃耶 你是哪一個啊 真的 這個 辣辣的那個 好吃耶 我覺得有醬的都很好吃 宜樂 宜樂 宜樂啊 宜樂 開心的樂 沒事 好 那我們就直接來歡迎 那我套可以拿下來了嗎 可以可以 拌完試套子就要炸掉 好那你就不能再試了 好歡迎第一位來賓 朱威元老師 哎呀 威元老師啊 老師 你還在吃 你不要把我們節目當美食節目 你要講一下 要有內容 對我跟大家講 就是身為 台灣人 一定要做三件事情 哪三件 第一件事情 台育山 第二件事情 吃炸雞 第三件事情 買台積店 喔喔喔喔喔喔喔 身為台灣人一定要做的事情 那我只有 吃炸雞怎麼辦 真的嗎 那你趕快去買台積店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我以為老師喔 這個很厲害喔 他 大家都知道他有四個小孩 是的 可是後來我發現其實有六個 哪六個 有兩個 他沒有公開 真的嗎 我都想知道在哪裡 你都想知道 重點是雙分析師 而且念書就是第一名 選古也常常拿冠軍 記得加他的LINE 小老鼠 MORE MORE OK 還卡在哪兩個小孩 哪兩個小孩 哪兩個小孩 不是有些梗我們到那個地方 事後再討論 對對對 事後再討論 接下來我們這個介紹 今天第二位大來賓 是的 陳坤仁分析師 大人老師 大家好 今天台股台積店同創新高 但是我會告訴大家 到處充滿機會 但又有專題報告 到處有 發揮你這個大愛的精神 沒錯 大人大量 大人大量 今天同台 對今天同台 今天答發真的抬頭了 沒錯 你看 他是阿達 那個阿達哥 我是阿發 我是發哥 欸 教授等一下他又衝過來 又來了又來了 又來了又來了 不是我跟你講 阿達你來一下 我跟你講 不是 阿達是你 你不要去cue我 麥克風 不要去cue我 我沒有麥克風 我跟你講當主持有這個好處 他當主持的時候 我是阿達 他是發哥 所以我當主持人 我們就換一下角色 所以你當過阿達 欸欸欸 欸欸 角色有時候輪流替換嘛 對不對 好啦好啦 不要再cue你 因為我喉嚨需要休息 那我休息 好好休息 你只是站帶主持 站帶 站帶 你知道有時候帶啊 好好主持好一點 好不好 OK嗎 我跟你講我現在不敢主持太好 為什麼 因為網友都一直留言說 我主持比較好 我就怕這樣我再也不來 我看一看都是你的分身啊 我跟你講 我主持好 我反而來不了 你知道嗎 因為他就不敢讓我來 所以我主持比他差 他才會叫我來 我其實很想休息 你都叫你姨母下面留言啊 叫你阿嬤阿臭 都叫你下面留言啊 欸 我跟你講你 欸你不知道 我還要教他們 欸不 欸 喔 抓到了 因為他們不太會用手機 讓我喉嚨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好不好 我們這個大人老師 回歸 這個很可怕 他創這個操盤七世 七世喔 這個很厲害喔 而且搭配AI 欸 現在AI是最強的對不對 是大人老師 大人老師 所以可以加我們大人老師的line 好不好 是的 小老鼠 D A R E N 八八八 其實基本上 第三位來賓 本來我們是找不到了 欸怎麼說 為什麼 因為沒有人敢來 你知道 原本我們的第三個來賓 你要知道 博學多彩 欸兩岸三地 三張分析師證照的 是喔 唯一到台積電演講 更重要的事情是 不只會泰拳 還會巴西樓宿 蛤 這麼優秀的來賓 然後最後就變主持人 沒有人敢來嘛 沒有人敢來嘛 是不是 沒有 真的有第三位來賓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歡迎 這個第三位大來賓 我們雞鼎老師 來 炸雞啦 他說三個東西嘛 我真的快要聽不下去了 真的 聽不下去了 我告訴你 要是我是三個來賓的話 今天這一些 早就剩下骨頭了 欸 說的有道理喔 難怪 我一直覺得怪怪的 我就是斯文 好不好 但是我問一下 你過年那件雞雞外套 講到過年了 我告訴你大哥沒有輸 喔大哥 欸欸欸 又有什麼梗了 所以咧 今天有什麼梗 過年的時候 我的牌子一張都拿不出來 可是今天全部都 唉唷 太可怕了 是不是 好厲害 過年的時候 他一張都拿不出來 所以我今天 特別做了一張 大張的 告訴大家 有沒有就是我們 生場不露 生場不露 就是 那一天你輸了 過年輸了嘛 你完全沒有辦法貼任何一張貼紙 因為你穿到一個 雞雞的外套嘛 對不對 對 是不是這樣 但是 股票有沒有輸 沒有 大哥是沒有輸的嘛 這個厲害 特別就拿出來了 這個就告訴我們說 這個 八字要夠重 才能夠穿雞雞外套 下次要努力 好 又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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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檔股票 結果九檔股票都沒有進台的感覺 哈哈 欸 欸 不是 這個就是 套一句話 你進來了嗎 啊不是 哈囉 我們看一下這個 重點 重點是勝率100% 厲害 勝率就是100% 這個厲害 過年前入的 這個厲害 這個厲害 今天贏真有沒有 我們趕快 勝率100% 可是 沒有進洞 是嗎 哈哈哈哈 不會啦 不會啦 這個一定要追蹤我們GD老師的line 好不好 小老鼠 GD1788 是GD喔 GD啦 不是GP520 不是GP520 不要再講GG了 講到那件外套我都生氣了 不是GP520 主持人的也來看一下啦 這個才是GP520 不是GD老師的 都加大 每個老師都有他厲害 有很厲害的地方 有很厲害的地方 我覺得大家可以一起 好不好 好 來我們趕快進入今天非常重要的 財經大頭條 來讓我們歡迎這個 威元老師 你不要那麼想我嘛 對不起 不要那麼想我嘛 其實我跟你講 我原本是要cue你的 余亮情節我知道了嘛 阿結果威元一直說 他想要上來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對不對 我很想上來啊 我跟你講 剛才 那個Coco組織我 沒有讓我講完 我跟你講 我現在練巴西樓書很厲害 真的喔 我5C都準備好了 你要不要體會一下 我 過來一點 來來來來 不要怕啦 我都生4個了 你都生4個了 我跟你講我巴西樓書 剛練了也 我就怕 我就怕沒辦法生第5個 沒關係 來啦 巴西樓書 大家看好 好 來 還滿舒服的 我跟你講不用怕 最近練的 OK 可以做生意 這不錯 可以開店 現在這個 墨鏡改一下 改一下戴墨鏡 啊 對耶 忙人按摩 我跟你講喔 你坐那個位置 不代表梗可以亂接 好不好 上次坐那個位置 浴函 對不對 梗亂接後來就 被我裂為黑名單 所以你就不會再cue他就對了 好 我從此開始可以睡了 隨時會叫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因為今天台股太強 對台股太強了 那很多人他 這個我們講那個學長 是 688的 688T的 都解套 對本來都畢業了 對那今天會不會有709T咧 欸709T 欸不曉得喔 那現 可是1月營收真的很好 因為台積電營收就是好 沒錯 所以今天是不是來跟我們講一下 營收黑馬股搶先看 這個台什麼 台X 台X 啊那個新什麼 新XX 先帶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好 來 先看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過年期間很可怕 對 還有一個人半夜還發文 欸沒錯 喔他說什麼喔他很認真啊 喔什麼 不是我啦 他就發文 CPI要帶大家看 但我覺得真的CPI這件事情 大家都很關心 而且CPI出來真的嚇一跳 對啊 那時候當天是大跌 道雄是大跌的 很可怕 對 那這個部分怎麼看 好我跟大家來講 其實就是 美國的1月份CPI的年增 大家市場是預估2.9% 2.9% 然後呢 這個公布值是3.1% 所以大家嚇了一跳啊 嚇一跳 欸好像通膨又好像 壓不下去了 很可怕 對好像又有這樣子的一個感覺 壓不下去怎麼辦 壓不下去那 再壓一次 這個要問你啊 對可能可以多試幾次 多壓幾次 多試幾次總是會成功 沒錯 就想辦法壓就對了 好沒錯 所以呢 3.1當然市場上面就嚇了一跳 所以美股是先跌再說 可是跌完之後呢 我們就看一下當然 但是市場對於通膨的預期 其實包含像連準會 都認為長期的目標還是要壓到 壓到2% 所以我覺得 只是反應一天而已 反應一天而已 真的耶 對反應一天啊 所以整個行情目前來看 還是蠻OK 那特別是 但我覺得特別看一下 因為 這一次會增加 到底是真的通膨復燃 還是有什麼小細節 大家沒有注意到 對因為這個權重的調整 貓膩在這個地方 比如說像食物跟飲料 能源跟住房 反而是這個住房 稍稍的做了一個調整 然後 全重增加 對調整了這個0.0 0.0% 0.05%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主要原因在哪裡呢 主要就是因為什麼 房租的 權重 做了一個調整的一個動作 所以呢 它會有一些所謂的一個 遞延的一個效應 對 所以我覺得說 這個部分的話大家一開始嚇到 可是後面呢 也恢復理性 仔細想想 對 可能很多人並不知道說 其實會增加 因為1月嘛 對 他是因為住房 這個權重調上 對沒錯 所以受到一點影響 那官員怎麼講 官員的話我們就來看一下 當然官員我覺得這個 包的講話就很重要 很重要 包的就講說最近的一個通膨數據 跟預期的一致 我跟你講很多人都說他出一張嘴 可是我發現喔 只要嘴巴講得好 就持久 這個可以拖時間 可以拖時間 好啦 所以呢 預期這個 核心的一個個人消費支出的報告 也能夠給出更多資訊 所以簡單來說我們往下面來看 像這個 芝加哥的一個聯署的一個總裁 他也講什麼呢 他們其實也是預期什麼 通膨的目標就是在2% 那不支持等到通膨2%再來降息 OK 對 2% 2% 所以市場上面 總結來講市場預期最快 6月才會做一個降息的一個動作 所以呢現在現行的利率在這個地方 對 那因為現在這個 接下來開會時間是這個3月20號 那市場上面推估到了6月12號 降這個 這次開會降一碼的機會 已經這個調高到 百分之52.9% 好 所以原本大家覺得原本還覺得 3月不會降可能5月 現在又趕到6月 可是這個好像也沒什麼 因為跟 我們原本 所掌握的一個進度其實差不多 對不過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事 為什麼因為最近大家看到這個 CPI這個數據 所以導致這個美債 出現這個下跌的狀況 看一下TLD 來來來 一定要來看一下 這個一定要看 最近跌到這個地方 來我們來看一下 鍵盤俠最近又出動 鍵盤俠 因為他們最近又出來說 你看你看 他就說要買美債 你看又跌了嗎 我告訴你這個地方你不買 你會後悔 真的嗎 所以是會後悔 還是 到底是買後悔還是不買後悔 不是啊這個地方一定要買啊 一定要買啊 講一下為什麼 這個地方一定要 為什麼因為其實 目前來看 因為其實接下來 六我們再回到剛剛那個圖卡 回到剛剛那個圖卡 對 切換要很快 對市場預計什麼 六月 最快六月才會做一個 降息的一個部分 所以現在的策略很簡單嘛 還是要降啊 對啊還是要降 最後這個東西就是會漲 你為什麼不趁便宜的時候買 對啊為什麼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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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時間還沒到 如果到了 已經漲了 那還買幹嘛 就來不及了 對 所以我跟各位講 現在有一個很好的策略是什麼 到大概五月份 左右都是 股票市場嘛 對 股票比較會漲 所以你慢慢 股票漲漲漲漲漲 靠近五月份的時候 那個時候股債就開始 權重比重要調整嘛 比如說你100%全部現在 全部都壓股票 那你可能再去 你現在絕對不想看 可是你等到 我跟大家講 時間慢慢推延到 四月五月的時候 你要開始做調整 對 這個相對低檔的債券 就開始做一個切入 我覺得這個佈局會比較完整 好沒問題 好 那當然我覺得 這個部分 CPI 這個部分給大家受了一點驚嚇 大家都受驚了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呢 為什麼台股還能那麼強 剛剛跟台積電 對 有很大的關係 可是這裡面就有 我想問的是說 台積電基本面真的有這麼好嗎 當然這麼好 這個護國深山對不對 對 那怎麼樣的好法 我們來看一下 台積電的一個 這個一月份的營收其實是月增年增 兩個都增加 月增 好得不得了 好得不得了 不要嚇到 我說我會突然這樣 好月增20 我習慣 因為我 因為這個梗我是後來才想到 所以我必須把它 發揮完畢 所以你講到一半我才撲欄跑出來 是這個原因 好 月增22.4% 年增是7.9% 7.9% 對 所以當然我們從整個台積電第一季的一個 裁測是多少呢 5598億到5846億 那我們當然取中位數 市場一般的 法人的看法會是這樣 中位數是5722億 那目前來看的話 以這個匯率的一個兌換 那已經達成營收將近37% 對 這個是第一季的Q1 誒 由於預期是因為拉貨啊 拉貨對不對 那你農曆年這兩個月 兩個禮拜都休息啊 對 這一次的 二月份大家 會預期它會比較差嘛 對啊 可是我們去看喔 其實 2023年台積電二月份營收 好好講我覺得你有點緊張 沒有沒有我沒有緊張 2023年對 你不要逼我 對 2023年台積電二月份的營收 是比2022年的 二月份營收 還要來的好 所以我覺得這次又有AI的加持 我覺得這一次它的二月份營收 雖然不見得會創新高 可是如果說你跟YOY比 就是跟年比 它會比2023年來的好 是這個原因嗎 對 下面就是蘋果這件事情 對像這個 Intel的這個新的平台 這個Materlake 還有包括蘋果M3晶片 對M3晶片的一個帶動之下 那台積電的一個這個營收 越來越好應該是這個指日可待 沒有問題啦 基本面沒有問題 好 而且這個傳出說 OpenAI 還要跟這個 這個台積電來合作 對這個OpenAI 你知道奧特曼 號稱 號稱 我知道你想講什麼 對 講什麼 你跟你講我不要講 奧特曼就是那個有沒有 對我剛才講這個 超人 超人 以前叫鹹蛋超人 鹹蛋超人 現在叫奧特曼 好不管 反正就是說 現在它其實在這次過年時間的一個 這個新聞 就特別講說 已經要組成所謂的AI的大聯盟 那當然這個已經把台積電納進去 那它納了幾個夥伴 像這個 AM 像這個輝達 所以AM為什麼會大漲 其實跟這個也有蠻大的原因 那我們主要是要看什麼 台積電在這個ADR的一個 這個可怕 對 因為其實我們如果是換算的話 如果用這個 2月14號台積電ADR的收盤價 換算的話 目前是811塊 現在多少 哇塞 現在 對今天高點是709嘛 對 對那709如果說 就100嘛 就還有100塊嘛 至少啊 那當然 因為這個可能如果它繼續漲 搞不好還有 溢價還會在那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說因為一般來講 台積電現貨跟ADR 就一直都存在著溢價的位置 所以呢 現在 溢價是超過平常的 12.2% 也就是說大概還有 4%左右的 空間 所以台積電 台積電應該還有機會往上漲 當然不可能說漲100塊那麼多啦 可是如果說換算起來的話 應該還有 我覺得起碼 709T的學長 應該不會套太久 但我想問說 這一個 因為你 因為當然你說溢價它不會一直存在嘛 對 可是就長期來看 這是不是一個先人指路 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告訴你說 未來台積電 他們已經有 有看到這個價格 所以他們才願意溢價 去買進 對我覺得今年 投資了一些這種 叫做主旋律 應該這樣講 就是主旋律 一高還有一高高 就是說你要克服聚高症 你看到很多很高的不敢買 結果一直長一直長 一直創新 真的我以前看到個子很高的女生 我都不敢追 對你現在都敢了對不對 結果後來我發現 其實躺現 不是就坐下來聊天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差不多 所以就還好 所以應該要追啦 不應該把你看得太短對不對 對沒錯 是是是 來來來 好 好 怎麼樣乾掉了 說到高個兒女生 我有165應該算高吧 你有165 嗯阿 怎麼可能 真的啦 你真的有165 嗯阿 要不要量身高 那是你身體太長 才不是 感覺沒有165 但是你的比例很好 謝謝老師 比例你知道嗎 比例什麼 就是穿爆蚊跳 比例 比例很好 我不想理他了 然後老師可以回到問題 因為台積電 你都可以是跟你說 欸對啊 就不用說啦 好啦快點 因為台積電還是有 從688跌到 300多過嘛 對 那有沒有可能回到 599元 不是 沒有機會 我跟你講喔 有時候是這樣 你不要因為之前有人稱讚過 你說題目問得很好 然後你就一直覺得自己想問什麼 就問什麼 現在台股是往上漲的 對 那你所以你是要問999 對不對 599啦 因為我從開場就是覺得那個數字 就真的是要問599 對啊標題都這樣寫我還不這麼問嗎 大家都想知道 所以應該是說有沒有可能讓我再去買599 我覺得機會 非常低啦 非常低啦 對對對 除非是這種 重大的國際利控 可是今年看起來私貨 包含像我們剛才講的這個 降息的一個時間表 599在哪裡來來來 599喔這個 在哪裡 吃到飽 那個 南京動物有一間啦 就599現在要找到599真的不容易 我覺得很困難 對 真的現在599 599真的不容易 有的是399啦然後就是 肉稍微硬一點 然後他有一個沙拉吧可以吃 所以現在要找到599 我是覺得說如果說是比較積極的投資人大概就是 如果說這兩天有震盪啊因為畢竟台系列不太可能 古徑來講不會連續噴出來 對所以呢大概 缺口大概回補3分之1 我覺得台積電跟我很像 文文優雅 像我也很難一直噴出 很難一直噴出 可是你一噴出就噴很高 這個 這個你要給我 確定呢 要這樣子嗎 我們講講話那個口水 對 所以這邊 這邊比較積極的這邊買進啊如果說比較保守 基本上我覺得5900真的很困難 因為台積電 2024的基本面看起來 加上他法作會自己 講得很好 很困難啊除非真的有重大國際利空啊 比如說什麼 什麼飛彈啊 什麼不然我覺得 幾乎是不太可能產生的 所以應該是這樣講啊 魏遠老師意思是說 他不是只是因為跟進過年期間 美股ADR的漲幅而已 他本身的基本面其實有機會讓他 在這裡持續延續 但是因為他的股性本來就不會一直噴嘛 但是你也不可能期待說回到599來接啦 所以有機會上車就要上車 好不好 好 那因為台積電實在太強強到 如果我們這樣算起來他大概貢獻今天台股大概400大 400漲點 那台股今天也真的548 就說可惜一點 因為害我今天找不到梗 我說如果他是587我就 覺得不錯 對不對 那 548很強 台股的部分怎麼看 真的已經跳空上來了 還能做嗎 我這樣覺得因為今天的一個大漲 畢竟還沒有到爆量 今天的量是 4927 492649 還OK因為今天漲這麼多4000多 5000億的量其實不算我覺得不算多啦 月間漲很多而且是累積了一個 整個過年的一個 時間點嘛所以我覺得 目前來看的話 我覺得還是多頭格局 就說子彈還沒有全部打完 還有 今天還是有人在觀望啊 還是有人在看啊 真的胜過四個小孩的人真的知道 蓄積勃發的重要性 這句成語講 這句成語講得真好 對對對 好所以這個是 現貨的部分 那今天有個 我覺得也蠻值得留意的是 OTC 就是貴買指數 對 今天貴買指數 它是受到 上市 上市的帶動 也就是說大家看到大盤漲了 有些因為 今天像台電一開就開很高嘛 所以呢 帶動其他比如說像 中小型或是位階比較低的 OTC的股票 大家就開始 比較敢幹嘛 勇於做一個 買進的一個部分 所以今天 OTC也是 創下了一個新高 好那我們再看 法人喔今天法人外資的一個買超 買了多少 買了 562 相當於他買了1億台 這個 台股就漲了 漲了一點 差4億 對 就差差一點點 你知道差4億 對沒錯 就566了 就566 然後要洗 就洗髮型 沒事 爛梗 不好意思 這以前有個來賓就這種壞習慣 就講一些爛梗 謝來賓 謝來賓 那我問一下大仁老師好不好 因為 前面那個大盤 跳空上來這個過程中 為什麼 剛才薇源老師講 很多人在觀望 就覺得薇源老師剛剛講的非常好 就是 如果就今天的行情來說的話 今天的台股大盤 就是台肌直接攻上去的 然後呢其實在 台肌上攻的時候 大家最怕的一件事情 會不會拉機盤出中小 可是其實今天中小 一樣強 而且 因為以前常常這樣 對 就是那種 渣男就是會有這種 過去讓人家 覺得不好的地方 沒錯 所以如果就今天的 像OTC有跟上漲幅的話 我覺得這次今天是算一個 資金良性的輪動 那台股的部分的話 其實今天目前就算 創了歷史新高的台股 我覺得依然是相對便宜 因為 台肌如果以今年的 EPS看 大概37 38塊來說 根本不到20倍 那不到20倍的台積電 依然是便宜的台積電的話 我覺得它依然會把 整個台股 或像是OTC 給它往上帶上去 這是現在目前 我覺得蠻樂觀的 資金的環境 那我們問一下 渣男 不是 那個 帥哥啦 就是我們基底老師 其實我覺得大家 良心自己摸著良心問一下 過年前 大家都不想留股票嘛 不敢 不敢留不敢報嘛 結果現在都開始後悔 為什麼我過年前不買 為什麼我過年前不留股票 啊現在跳空上漲能怪誰 那你說什麼 怪你那天沒有贏啊 所以 九支股票 沒有一檔可以講啊 對不對 你說要簡單一點 說真的 那你簡單 買個台積電 今天是不是也都大賺了 對不對 你說不要太難 我覺得很多時候都是心理因素 都是這樣 那你再說未來的狀況的話 美國公佈CPI之後 你發現美股 不是美國公佈CPI 還是繼續跌 繼續漲 那算是利空吧 那利空都不跌 繼續漲的話 那你說後續不就是 更強勢嗎 那我認為台股後續 會跟著美股 繼續再向上分 好 那順著剛才 這個敬寧老師講 如果會繼續向上 營收很重要 營收很重要 1月份 這一次喔 我覺得痛苦的地方在那 因為他 公佈營收的 這個時間 剛好在過年 對 那我們要表現我們的認真 又 不知道怎麼表現 對不對 你看我們只能在 開紅盤這一天再來跟大家 分享一下 在這裡面 這個 威恩老師怎麼看 對我跟各位講 其實因為這一次的 因為很多的 1月份營收 創下新高 所以呢 直接就反映了 比如說像技嘉 像奇鴻 比如說我們看像 奇鴻 奇鴻 奇鴻真的是很猛 已經 眼藍變成 妖狐啦 對啊 這個大家 會變成說有點不敢追 可是越不敢追我剛才講嘛 今年台北股票市場的 特點就是說要 克服這個 巨高盛 就是你越不敢追 你越不敢追 他就越會漲 他就越會漲 他越漲 你就又越不敢追 然後就這樣一直 能夠開得出來然後又是AI的一個主要的重點的股票 其實表現其實都會非常強勢 因為奇鴻就會做3DVC那個風扇嘛 以及散熱的一個 所謂的模組的部分 所以他是非常重點的股票 好我們再回到剛剛那個圖表來看 他的一個什麼 年增率1月份年增率是101.92% 對所以他表現是非常的一個漂亮嘛 所以他今天漲停 其實也不 也不奇怪 不意外 也不奇怪 所以 我們從這樣子去看的話 其他相關的個股的話 我覺得 有兩檔股票大家可以特別留意 一檔是新日新 一檔是6274的這個台藥 這個都是 屬於重點的股票 那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 好這個新日新 當然這一檔 你說那麼AI也不見得 因為他是 軸層嘛 就是跟所謂的一個這個折疊手機有關係 可是我覺得說 因為他跟富士達有比價效應 富士達已經漲到700塊錢了 所以呢 他會受到相關的帶動 因為他主要是 蘋果供應鏈嘛 那雖然他沒有 目前沒有 蘋果沒有直接 表達說他要做這個 這個折疊手機 可是他有可能 先從折疊平板 我覺得折疊平板會樂嗎 我覺得有搞頭 為什麼 因為看完盤 然後剛好蓋起來 蓋起來 不會斷 這招不斷 跟巴西柔素 很有感覺 對不對 好 所以呢這個 新日新我覺得 短線上面來講 當然今天是 也是呈現一個 上漲的態勢 就等待亮縮 再做一個切爐 再做切爐 另外是6274的台藥 這個很強 直接跳空 往上就噴 這一檔也很厲害 那這一檔的話是 全球第一大的一個 高速CCL的供應商 那另外 他也有這個 算是 光纖的 題材 他有800G的 交換器 得到這個認證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這兩檔股票 剛才講的 新日新跟台藥 其實都是 法人特別是 投信 強力買進的 一檔 個股的部分 所以這兩檔個股 我覺得 原則上都是 算是非常 值得大家 後續的一個追蹤 那像台藥就是說 保守投資人就是大概在這個缺口附近一半 再做一個切爐 應該會是一個 比較安全的買點 好 謝謝魏遠老師 他 幫大家整理了這麼詳細的資料 那如果 這個也想要知道怎麼樣生 四個 那可以 加魏遠 不是 這個 魏遠老師在選股方面 四檔標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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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加魏遠老師的line 小老鼠 MORE888 好 對 那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單元 好的熱門我最貼 熱門我最貼 中砂跟金星科 有請魏遠老師 我跟大家來報告一下 像1560的中砂 這一檔就是非常標準的 台積電的概念股 他 3奈米的鑽石碟 的一個市場 這個出貨的狀況 我想是相當的順利 今天 也因為台積電的帶動股價 也出現了一個 大賞 那原則上因為今天 在台股大漲 很多股票通通都大漲 所以 原則上我還是會建議 逢拉迴 等量 再做一個切入 那這個是 中砂 另外我們再看 6533的這個金星科 這檔就比較特別 算是 相對來講 比較 便宜的 物美價廉的 一個IP的 股票 細字財股票 那他是採用這個 Riskify的一個架構 就是說 跟 跟這個 安某是一個相互 對立的一個部分 可是呢 現階段其實越來越多的廠商 有去採取這個 相關Riskify架構 包含像 博通 高通 Corecom等等的 其實都有做一個採用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覺得說 今天的一個金星科的大漲 他其實也意味著 接下來 AI產業 蓬勃發展 那我覺得 今天他的記錄形態是呈現了 長紅的突破 而且呢他在 封關那天是一個長黑黑棒 表現其實不漂亮 可是今天 直接做一個突破動作的話代表 後面應該還有戲 大家可以 做一個觀察 好 金星科 步步驚心 步步驚心 這股價表現真的讓人家嚇一跳 好接下來我們請這個 昆仁老師 創意跟加登 我想先講加登 那 先講加登的時候先幫我切一下K線帶投信 為什麼要這樣講原因是因為如果就 今天的時間的話是2月15號了 那接下來的話就會遇到 投信的記錄上行情 所以 如果就整個大方向來說的話 這個時間點你要好好關注 投信在買的一些中小型的個股 那我為什麼特別挑加登的原因是因為他有三大的成長的動力來源 那第一大的話當然是先進的光照盒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的 然後呢不只是先進的光照盒 另外的話他在成熟製程這邊的經緣載具也都有 那 這是在成熟端的 因為他高低階都通吃了 另外他還有一家子公司 那預計可能會在 之後要去做掛牌 那 這家公司的話是做航太的 也就是說其實他今年的成長動能是 三大成長動能的引擎 然後配合著最近的 做航行情的話我認為他的股價在這邊去做一個 整理之後再縮小一點點會發生說 他其實是突破了一個大的平台區 對對對 然後 突破之後的話再創新高 所以這邊的話是一個比較值得留意的 紀底作帳的一檔個股 那 第二檔個股的話是33的創意 那創意等一下我會講到是MSCI 那等一下是跟大家做一個完整的報告 那創意的話因為上一次我來的時候是他剛好開完法說會 我說 他的法說會其實是不好的 那不好的情境之下的話其實他是短線不好 因為他有說到他第一季應該會是一個 比12月 比去年第四季更來的小調的營收 可是如果以今年的話至少還有個位數的成長動能 那或許這個個位數成長動能是把人不願意看到的 所以 他的股價的話在最近一個比較屬於大幅下沙 可是 大幅下沙的過程的話 其實他接下來一個成長動能是在台積電 在相關的先進的AI 在先進的相關的IP的部分 所以其實我就會認為他是一個短空 但是長多來去做看待 所以如果在上個 就是在封關的時候他跌停 那今天要收一個下引線 如果開始這邊去做一個打底的話 其實他後續這邊我就認為是一個投資價值 甚至成長動能非常明確的創意 畢竟他從產業的基本面來看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我們請這個季敬老師 季家跟 資源 季家 我想到 我在那個 農曆年最後一天 過年前就跟大家講季家 我想說比賽那天你就明明沒有辦法講 比賽 沒有報到 沒關係嘛 我最貼總報到總可以吧 總能上場吧 我那時候是不是跟大家講說 美超維持續向上漲 那美超維持續向上漲 講話台灣一樣做AI伺服器的公司 廣達季家偽創你全部都可以留意 那只是呢 我們製作單位非常的 用心 他說你不能講一直講重複的 所以呢我就 偽創講完 講季家 不能講廣達 偽創 那你就講偽創廣達 所以季家今天就漲停了嘛 所以你看一下廣達季家偽創 今天都還在持續的再創新高 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的美超維持續上漲 那昨天還是漲差不多10% 所以我認為這漲勢還沒結束 如果你按照相對的位置來看的話 季家根本還有 到500塊了 500啊 500啊沒有錯啊 因為美超維一直噴嘛 對不對 相對位置進到500 所以我認為季家還有機會繼續向上漲 大家值得持續的留意 而且一月營收 是再創歷史新高的 所以 大家可以如果說真的很擔心的話 現在就是小額進場 那你今天的低點當作是 就是停損點 這樣子去做會比較安全 那另外一檔的話就是 智原 那智原的話其實 也一樣嘛 美國有 除了美超維大漲之外 還有一檔叫做 安 安摩嘛 安摩有單日大漲40%以上 雖然後來是 下跌修正的大概20% 但整體來講 還是漲了20%嘛 還是非常強 那這代表什麼 美國都在漲 ASIC 美國都在漲 細製裁 那 智原就台灣 細製裁的代表之一嘛 那我們看技術現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KD指標好不好 我常教大家看KD指標 KD指標 對你都知道KDD嗎 KDD KD很低的時候 他股價也沒有 跌得更低 沒有 就收在季線 季線就守住了 不是季線是月線 月線守住之後 今天跳空向上 突破所有高點 那今天突破之後是不是 那個短線上幾乎都沒有壓力 而且KD指標還在最低點 剛剛出現黃金交叉 所以我覺得未來三天有機會持續的再創新高 資源值得大家持續的留意 好的 謝謝老師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琳老師的LINE AT 小老師 差點想跳過對不對 888 怎麼那麼說呢 現在才要正式下一個單元 股市甜甜圈 股市甜甜圈 焦點股幫你圈 幫你圈 來我們請這個 坤老師 這個MFCI很有趣 每次公布 好像都有一個 定律 就是只要他公布的股票 一定會漲 真的是這樣嗎 好 因為其實我們 福利社幫大家追蹤過 我覺得超過一年的時間 所以 對 MFCI的避漲定律 尤其是送分體的行情 又來了 那我們先說一下 MFCI 因為MFCI會在每年的 2 然後5 然後8 和11月 去做一個季度的調整 對對對 沒錯 他在月中的時候公告他的新的成分 這一次是2月13號公告 是的 然後月中公告之後的話 會在月底 所以這一次有點賊 公告時間高喔 他們沒有休假 我們就休假 對啊 對啊 這公告都做不了事情 我們今天才能跟大家講這件事 沒錯 按照我們以前的 我們 對不對 先講 沒錯 趕快幫大家做報告 好 從現在開始的話會好好注意這些相關的個股 因為他們在月底的時候生效 那從 公告日到 生效日的時候的話 他會有 潛在的漲幅 還不錯 等一下跟大家做一個統計 來 這一次的統計的話 其實台股的權重 在 全球的 三大指數來說的話是 兩升 一平 那一平的部分的話是 MFCI的全球指數 是在 1.6%是維持 沒有變 變化的 不過在 MFCI的全球新興市場指數的話 15.96% 小幅微升到 15.97% 那另外的話在 亞洲除了日本市場以外的指數的話 也有到 18.7% 升到 18.75% 所以在 新興和 亞洲除了日本之外的話 都有微幅的調升 那這也會帶來相關的 資金的一個流入 外資的資金會用被動式的方式 來買 相關的 受惠 就是 納入的成分股的部分 其實我這幾天就在 找一個資料 因為我看到這個我也滿興奮 是 就我想知道到底 全球新興市場的 基金到底 那個 base有多大 因為你也知道我過去我擔任過 偷信 偷信 自贏 還有外資 都有 三大都帶過 完整地唸三大法 對不對 好不好 Coco你要阻止我 像這種就不能再讓我再講下去 不然我就一直 沒完沒了 對我剛剛卡彈了 對我卡彈了 對我卡彈 所以你不是美少女 因為美少女不會卡彈啊 對 對不對 好好好 來 那我就在算 可是因為我找不到最新的資料 但是 在2017年其實全球新興市場指數的 這個base就有1.5兆美金 是 那如果我們算了一下15.96 我們大概算一下 其實 換 就是放在台股 大概有2300多億 所以 而且那是在那個2017 2018 應該規模 現在會規模更大 所以 這個影響力很大 如果就這一次來說的話 我認為在 公告到生效 會有人想先吃 MFCI資金的豆腐 所以 好好留意現在目前23 2月13號公告日開始的一個行情 那有幫我們整理嗎 是 我們再往下看下去的話 如果就 標準的就是在大型股的成分 指數來說的話 這一次的新增股是沒有新增的 那不過如果像我剛剛前面說到的 創意的部分的話是這次調升 比重最高的一檔 調升 對 那剔除的話 他是把這一次 把富邦美給他剔除 這是在標準的成分股 我覺得好像跟這個 這個疫情那時候的那個 風頭 可能異後的相關紅利後 就結束了 那最後的那個像 最近富邦美也跌幅比較重 所以我猜應該有人 先知道這件事情先偷跑了 就這種感覺 那 如果就小型指數來說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那 小型指數是我們這一次要追蹤的對象 重點在這 是 沒錯 那這一次的話 新增的小型指數的成分股的話 包含有像是 洪碩 富士達 富士達 達發我剛剛講到的 然後呢那個 鑽石投資 訊息K1和 亞利 這幾檔個股的話 都是這個時間點 你可以 2月13號開始公告之後 到2月底 我相信都有不錯的漲幅 尤其是像今天的洪碩 已經直接創高漲停板了 這個是 對 真的 對 你們節目怎麼那麼晚才講 這沒辦法 因為我們在休假 是這個原因 所以這一次的MNCI的相關的這個公告的話真的是有點像是偷偷偷 有一點吃我們豆腐 要不然以前按照我們以前的做法 好我們老走 有這麼氣的嗎 太氣了吧 手都掉了 300塊的時候有講過 來這邊的時候 是不是 沒錯 對不對 你300塊就知道我這個頭會掉 對 怎麼那麼厲害 喔 這麼簡單 哇塞 好 好 那當然洪碩是因為台積電的關係 因為台積電今天很強 所以他的相關的收回股 跟著有一起 跟著收回 對對對 所以你是講紅色300塊 講 是不是 那個時候300塊 跌下來300多塊 這個地方就是可以買 喔 厲害 真的不錯 可是現在又不是你的時間 你為什麼 對我學一下雞哥就是要搶一下 喔 搶畫就對了 搶畫面 搶畫面 說很重要 好來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第三位來賓尊重一下 總是太興奮了 第三位來賓 老師我想問啊 那因為 現在時間比較短 那我是不是在229 1000 如果我 漲幅已經很多了 我就可以賣掉 好 我覺得這個是問題要分成兩件事情 來討論 因為畢竟 他這叫做是 MSCI的 成分股的納入和生效 那MSCI的話 它是吸引一些比較屬於 被動式的基金 就是 看著Benchmark去買的 這種資金 可是如果在 2月29號之後的話 他就是回歸基本面 喔 那回歸基本面的話 我覺得還是看公司 個股的一個狀況 所以如果公司成長的話 其實後面 會再創高 我覺得是可預期的 所以 這些相關的個股的話 我覺得他們 他們都有 基本面的支撐 所以不用擔心 2月29號的那個問題 當然如果 就短線上面來說 就是我剛前面說到的 如果你真的 因為為了追他 那你有賺錢 你當然後裏了解 那是可以的 所以在 看長跟看短 給他做一個參考 我們先看一下 因為 我們 福利社已經幫他 對中 一年多了 是的 當然我們就有資料 也不要每次都講說 我們做了很多 大家可能都忘了 我們把以前的拿出來 翻舊帳 翻舊帳 所以 258 10億 我們就看一下去年11月 去年11月的話 這一些相關的個股 他是 11月15號公佈 然後30號生效 對對對 那我們的做法 就是說用 公佈前一天的收盤價 是 因為他其實早上你就可以買 沒錯沒錯 坦白講 對 也沒有說 來不及切入 他一公告你當場買下去的話 都還OK 對不對 好 那 表現的結果怎麼樣 好那期間的最高的漲幅的話 巨大到16% 然後 最最最差的 北極的話有4.5% 其實北極這種還好 但你說旺系這種 大家也是會買 我覺得你可能挑一下 那時候硬邦邦 是 每一個人都用這個梗 對不對 只有你吧 只有我嗎 喔 我以為還要講 巨大巨大大 巨大 巨大大 巨大大 硬邦邦巨大大 巨大梗不好接 不好接 會被剪掉 就是這樣 反正重點在哪裡 重點就是在說我們剛前面說到的 如果公司有基本面的話 我認為他的漲幅都會不錯 都不錯 就一定有 股價有表現 對然後如果以那個期間最後最後就是 盤後生效那天的漲幅的話 至少都還有16% 那當然那個後面還是有下跌的 不過 如果以整體來看到的話 期間都還是有 不錯的漲幅 所以在去年11月的狀況 等於是說 當然 表現最好的時候你要自己懂得 做調整 只要是這樣都有機會 如果你只是為了要吃MSCI豆腐的話 有糕點 你可以先做獲利要求 那再往前 再看 再往前看的話 8月份的部分 真的比較多一些 從 琴城一直到 太多太多 琴城 華星光 我那時候跟大家講說 其實MSCI還蠻厲害的 那一次的話挑了一堆的 AI的相關 有有有 我有印象 對 像琴城也算 華星光也算 然後呢這個是後面的話也有 漸準 到今天還在找 我就想剛剛回答 Coco的問題 就是 只要是公司的基本面是好的話 不用擔心那個生肖日之後的一個問題 你反而應該說 那如果他基本面好 那波段繼續還有漲幅 我覺得是很OK的 先進光啦 後面這邊還有其他相關個股 看一下 育胎啦 還在漲喔 然後呢 其實都不錯 對 那如果以期間的最高漲幅來說的話 我們看一下最差最差 最壞最壞的話 至少還有1.2% 因為他畢竟是金融股啦 對啦 這種股票大件 就是 股性也比較冷 對 那如果把它縮小一點看 我們看全面的部分的話 期間的最高漲幅 還到快三成左右 然後如果以 整體的那個漲幅來說的話 他的收盤後生效的話 大部分都還是偏漲 居多 是在去年的8月份的數字 對 好 那再往前呢 好那再統計一個 5月份的數字的話 在華城 華府那一次我 好像也是我報告的 我那時候有跟大家說 他怎麼那麼厲害 就找一些那種充電樁 所以以後應該叫你 MACI先生 好 MACI達人 對 因為每次幾乎都是你來報告的 而且你報告的股票真的都漲 我覺得好像是那個製作單位 特別幫我安排來今天 沒問題 來 你看像華城 華府 都還有三成 到五成的漲幅 那最壞最壞的網評的話 也到5.99% 那那一次的話 期間漲幅是 全部大家都一起大漲 所以給他一個全力打 很棒的一個 去年5月份的 MACI的新增小型股的成分調整 那再來呢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很特別 因為我們現在這一次也是2月 那上一次2月的時候 狀況怎麼樣 去年2月的話 最高漲幅的話 是材料ky 他快三成的漲幅 那最壞最壞的精銳的話 也有3%左右 那不過我跟他特別跟大家 一個提醒 他雖然只有3% 但其實他是 先漲 先漲過大段之後 他公佈出來才有比較小漲幅 你這麼一講我還有印象 你好像真的講過這一段 是 所以其實如果就整個 MACI的話 我認為他真的是值得 大家在每一季的時候 去做一個追蹤的參考 好 那當然剛才 很多檔 對不對 我覺得今天既然 這個大人有大量 好不好 講兩檔 好 兩檔個股的部分的話 我當然第一檔還是挑紅塑 因為紅塑 畢竟他今天漲停板 而且他是受惠台積電 那最近台積電是 強中強 自然會把他的一些 相關的受惠股給他帶上去 那紅塑的部分的話 大家最清楚了解的 就是在COAX先進風霜的需求 那因為他有自製的機台 那自製機台的話有高毛利 所以如果以他的基本條件來說的話 他的基本面是跟著台積電一起成長的 那另外他有雙引擎 因為他有獲得美系的大客戶的訂單 那已經開始認證了 所以他的 HBM的記憶體 是用在AI伺服器上面的記憶體的話 他也有比較屬於擴產上面的優惠 所以他是一檔雙引擎 受惠到台積電和美系的 記憶體大廠的訂單的 紅塑的部分 先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當然 如果以操作面部分來說的話 因為他今天已經漲停 所以漲停的話 就是不急 就是說追高 可是因為股性比較溫和的紅塑 或者 股性比較溫和的設備廠的部分的話 你不妨拉回到月季線 去做一個分批成間 拉回到月季線 會是一個相對安全的買進的策略 好 那下一檔 好那另外一檔各國的話就是 阿達和阿發 既然今天同時在現場的話 當然就是 挑一下達發 那達發的話 這個 達發這個股票 我覺得 也因為我們兩個紅了 你知道嗎 是這樣子說的嗎 對啊不然以前誰是要達發 沒錯 如果不是我跟阿達我們兩個人的組合 誰會知道這一檔 說的也是沒錯 對 沒錯阿發講的好 對 是不是 謝謝 謝謝 又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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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來了 阿達 對不起對不起 只是說真的 真的拿出本格的組合 他剛剛講 他是阿達 他是阿發 我剛才也是 他講錯了 太累了 我今天好過 我是 阿發 他是阿達 喔 是是是 好 謝謝阿達 剪掉剪掉剪掉 剪成 過年特別節目 我被剪到 沒地方剪了 把你的臉剪掉 變成他的 我跟你講 這個節目到最後 只剩下預告 然後我們趕快 請這個 我們跟他說明一下 達發的話他是 前一陣子才剛掛牌的 然後他是 聯發科的小金雞 那因為前一陣子他掛牌的時候 是一個大跌 然後所以聯發科嚇到 他就趕快說 沒有 我們要趕快來做護盤 所以他有公告出來說 他要買進 6000張的持股 而且說話算話 所以他 截至最新最新的話 已經買了3800多張了 那目前看起來的話 籌碼更加集中 聯發科也在買 他本來就是 因為新股的關係 籌碼也集中 然後這一次的話 又受揮到 MSCI的 納入到成分股的關係的話 所以會有一些 被動式的基金買反 所以 籌碼部分 是OK的 那因為他的 基本面的部分的話 是其實今年的 像是AI物聯網 甚至他有跟 輝達合作 車用晶片 所以今年的成長動能 我認為是相當明確的 那當然他的操作策略的話 也是 吃豆腐嘛 那吃豆腐的方式的話 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不用特別去做一個追高 當你在下跌的過程的話 自然有一些被動式的買盤 會願意去做 低檔承接 所以月季線 我也覺得是一個比較適合 安全的操作 買進的策略的地方 OK 好 謝謝坤老師 我覺得 這一段 真的很棒 因為 坤老師 一直以來就秉持著 他這個 MSCI 大人哥的這個精神 每一次MSCI 他都會來跟我們報告一下 對啊 一年多來我們也看出來 他的 忠心耿耿 真的 對 所以 我跟你講 所以 這個人家講說 聽老婆的話的男人 這個是最值得新任 大富貴 最聽老婆的其實 是誰你知道嗎 俊妍老師 我跟你講 葉問裡面有一集 誰 就是 大家都在說 這個 就在講說 怕老婆的做 一邊 所有人都做到一邊去 只有葉問做另外一邊 每個人都說 葉問 葉師傅 果然 不一樣 既然不怕老婆 結果他說沒有 我老婆說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所以他自己一個人坐在他邊 好的 好的 果然還是聽老婆的 還是聽老婆的 我們 來 坤德老師的Line 小老鼠 DAR YEN 888 OK 好 那今天的節目 其實內容真的 非常的 精彩 對不對 幫他掌握了 對 過完年回來這一天 我覺得很興奮 跟大家分享了這麼多的東西 當然我們希望 看到台股 繼續 狂噴 然後福利社的股票 繼續 折 好 那記得 訂閱我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週一到週五晚間 8點上線 135解盤 244教學 影片 好 也可以 donate我們 可以 donate 不是懂奶 是懂奶 我知道 好來 最後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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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台生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台老師 唱歌 然後歌神 遊戲 買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己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同家 二月一刀 犯大虎 想先到 開始想打 你嘴巴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賽事 只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你會好 沒有機會錯過 怎麼大虎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沙地的經驗真的痛 培養幾率 我確實 我好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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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沒錯吧 右邊左右 換手奔 換手奔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己 換手奔 瘋狂股市福利社 這個福利社很大 這要打動 對不對 最最高 殺最低 誰又改掉這壞毛病 你找不到 晚上八點唱片 八點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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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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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o 唐 唐 我 不 不要 不要 不 你 我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